大家好 我是桑普 歡迎大家來到新桑的晨州 每個星期五 但是今天是星期六來跟大家做節目的 傑斯 你好 是的 我又遲了一天跟大家說一聲 不好意思 不關桑普的事 因為我現在人在多倫多 好 所以那些時差問題 所以要退遲了一點跟桑普錄音 是的 很多謝師叔、傑斯 可以跟我的時差剛剛12個小時 如果要在多倫多的話 是的 在多倫多以計很多 以計很多 是的 一個對 我們今天講什麼呢? 第一節在我這裡 桑普頻道 我們基本上是講一些關於中國的新聞 也都沒有在我自己的節目裡面講過的 我想第一件事就是當然講一下這個李鴻忠 李鴻忠有一個名言的 忠誠不絕對 就絕對不忠誠 他貴為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其中一位副委員長 當然他當時是有反對票的 唯一這麼多人裡面有反對票去當選的 有一票反對 一票棄權的 我記得 好了 去到這樣的情況下 他最近有一個傳言 就放在這個 傳言的 就是這件事很多主要媒體沒有這個引證的報導 就說他在中國新聞網10月9日的時候 有一個報導 就說 李鴻忠是首次提出在習近平文化思想學習研討會上的發言 他說 學習了習近平的文化思想後 猶如提護官邸 瞬間覺得自己如同諸葛亮、劉伯溫附體 腦海淚一下子想通了很多 他稱讚習主席的著作 好比老子的道德經 心碎一萬潰 必將指引全世界 全世界的人民 走向更加輝煌的未來 他說 習近平就是中國的如來法 朱穆朗馬蜂的紅鷹 長白山的炮烤巨龍 真厲害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葛俠 你都好 你都好東西 你都好東西 你能夠讀出來 我真的要寫個服字給你 真厲害 我自己覺得 我不知道這件事 你以前應付很多客人 很多廠商 我也應付很多客人 以前做律師的時候 應付老闆 你有沒有講過這樣的東西去拆鞋呢? 如果我有講過這樣的東西去拆鞋呢? 我今天就不會坐在這裡和你做節目啦 桑寶 我可能坐在我旁邊那個不是習近平 都李強啦 大佬 如果你這樣問我 我就只有懺悔啦 哪些年我在史坑的歲月呢? 那我做事呢? 我曾經試過我記憶中 有一些我的醫食父母的老闆 就說香港呢 哇 你們那裡很壞啊 就經常有一些搞亂政府的人 好像啊 什麼啊 長毛啊? 那我都要回答爹就是 是啊 長毛真的很壞啊 那我最多是這樣而已 我都真的都有做過這些遺心的事情 但是你說要我講到好像李鴻忠那樣呢 我就真的 我就真的做不到啦 但是呢 習近平年代呢 你讀了一個就是 有兩大拆鞋王 那你讀了李鴻忠 那我都要平衡一下 就要讀下另一個拆鞋王 今天就是升遷二十大比李鴻忠更加厲害的 七常委排行第五位的前北京市委書記 這個蔡奇啊 那這兩個都是不相伯仲的 就是當年這個蔡奇呢 就說聽到習主席的說話之後呢 他就這樣說的 他說一幕幕 場景匿匿在目 一句句觸託 言猶在意 總書記非凡的紅材偉略 遠見卓色和領袖風範讓我們深受感召啊 總書記日夜思念關注著人民的情懷讓我們深受教育啊 習近平是我們的掌陀領航 就是黨的領導核心 習近平書記 習近平總書記啊 這樣啊 那兩個都是 是不是啊 就是不相伯仲啊大哥 這集沒人聽的了 這集新桑海神州趕客啊大哥 真的啊 而滔滔江水裂面不絕啊 簡直是厲害 是啊 沒錯 驚樣驚樣 陰境陰境 想起陳伯祥吧 是啊 那就 就是 李鴻忠啊 就 就是 我想你剛才說他二十大那個時候 就是 人大常委唯一一個反對票 可能那個就是蔡奇咯 就是這樣啦 就是唯一的態度 是啊 你想一下 我自己 大家聽眾可以切身處地想一下 自己一輩子人 怎麼都要講過一些 花言巧語 哄一下那些客人啊 哄一下那些上司啊 這個是正常的 人人都會這樣的 但是你要講到去到這個位置 好像剛剛你講蔡奇那段 或者講這個李鴻忠那段呢 簡直是不知所謂的了 已經去到一種呢 你做上司被人拆那個 你會覺得 就是 就是 嘩 那麼就算了 你這樣的人都講得出來 但是 那看什麼是老闆 老闆仇啊 老闆仇啊 大佬 你和中國不斷講的 對黨絕對忠誠 要害在絕對兩個字 絕對是個問題 絕對要忠誠 就是要唯一 徹底 沒有條件 你不參加任何的杂質 和沒有任何水分的忠誠 忍生為忠誠 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 接著就說 當前中國最大的政治 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 而其中黨中央的領導核心 就是習近平總書記 接著要做什麼 要強化政治意識 大陸意識 核心意識 漢製意識 講政治 講忠誠 知人合一 無我是忠 小我是忠 誠人之心是忠 以大丹當是忠 忠誠不絕對 就是絕對不忠誠 那這句名言呢 就是當時時任 2016年 天津時委 當時他講的 那當然了 他後來節節上升 但是看回這個人 為什麼他要講得這麼出位呢 那蔡奇都很出位 但是蔡奇出位的地方 就是在全然上 我想他排第2 李龍忠排第1 是 我都同意 李龍忠的兵器譜上排第1 那我想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大哥 他以前跟李鐵影的嘛 李鐵影做了整個80年代 90年代的長期 幫他去 就是在天津的天津 遼寧的遼寧的遼寧 遼寧的遼寧幫他做事 接著後來幫這個 李鐵影的男子 就是李長春 李長春後來幫江澤民 OK 於是整幫人 洗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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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最後要洗底 蔡奇要洗底的位置 相對少 因為他由始至終都是 治江新軍 福建也好 治江新軍也好 無論福建幫 治江幫 他都知道到哪裡 但是這個人 李鴻忠什麼都不是 他一定要轉牌 那習近平一定要找個人 顯示到 只要投誠的 我會接納你的 於是找他做個樣板 給其他人看 於是找了李鴻忠 李鴻忠利用這個東西 繼續做的 那你看到現在 為什麼都要拆得這麼行 證明了 習近平對他們來說 虎視擔擔 他都感受到 他不希望有一天 被人弄下去 所以這個就是 為什麼李鴻忠 會拆得這麼厲害 拆到鞋都穿 腳趾甲都出了血 都繼續拆 就是這個李鴻忠 但是上有好者 下必甚嚴 你沒有這樣的 習近平 就沒有這樣的李鴻忠 因為你一個 喜歡被人拆鞋的人 才會聽到這些 魅魅之音 才會找到一些媒體 將它廣泛傳播出來 記住現在媒體 是誰控制的 蔡奇控制的 蔡奇都沒有所謂 李鴻忠 You're nobody 就讓你拆一下 拆一下你拆 等於我拆 我等你拆的東西 等於我拆你又拆 哇 多開心 大家多開心 我就不知道了 傑斯你看到這麼久 就是我們以前 就是我出生之後 鄧江湖時代 一直到現在 我從未看到拆鞋 好像拆到這樣的 以前就算毛澤東時代 你那些什麼陳百達 康生 一句頂一萬句 林彪說的 是不是 又說這個 就是國末藥 又說窗外一個紅太陽 窗外一個紅太陽 是不是 都是國末藥說的 這些拆鞋 都沒有拆到這麼厲害 大哥 這個直言說到 畫公仔畫出腸 講到直言出血的地步 我想是第一次聽的 有什麼珠穆朗脈 神經病 那我不知道 國末藥以前都是一個文人 都起碼會寫詩 還有你說 鄧江湖年代 都找不到的 又解釋到 鄧江湖 特別是江澤民年代 胡錦濤年代 那時候那些年還有海龜派 胡錦濤年代 胡錦濤年代 就是團派 這些 那時候 你起碼 你看回 早兩代 都還是 中國冒起的時候 很多 在共產黨裏面做事的人 都起碼講一下食力 比如說海龜派 你有國際視野 那樣你就可以走進來去做 那你說老毛年代 也都是一樣 你剛才說的那些 什麼陳毅 有軍工有戰績的 那你就坐在那裡 但是你今天憑什麼呢 就是 都是那句 習近平的年代 那大家簡單講 就有 他用的人 就來自兩個板塊 一個就是 青華邦 一個就是 滋江新軍 先講滋江新軍 蔡奇是滋江新軍 由福建開始 已經跟習近平 一直去到浙江省 習近平去到浙江省 一直跟跟跟跟跟 然後也是火箭這樣升 就是作習近平一坐正 他就已經火箭這樣升 十九大系 是連升幾級這樣 進去中央政治局的 然後 李鴻忠這些 你已經講中了一個點 就是他又不是滋江新軍 又不是青華邦 他是前朝 他很清楚自己不是阿習的人 還有一件事 我補充的是什麼呢 如果你不是滋江新軍 不是福建幫 其實前朝那些 前朝兩代皇帝都不用你的 其實你都已經廢到沒有朋友了 那你唯一的能力 就是擦鞋 你要擦 就要擦到 有那麼盡 得那麼盡 所以2012年 就是習近平上台之後 講習近平核心 直接 李鴻忠認了第二 都沒有人敢認第一個人講的 就是他是講最盡的 核心中的核心 關鍵中的關鍵 根本中的根本 就是習近平了 就是他大佬直接講到 然後你剛才讀的那些 他過往這幾年講 他直接是造神的 是一個搞個人迷信的一個爛頭出來的 那習近平很歡迎這些 對不對 還有就是還有 就是他曾經做過 在廣東省都做過的 我憑記憶 那麼他最多都是做到深圳市委書記的 已經升不到上去 其實他做深圳市委書記 那時候其實是供應一個廢物的 然後到習近平上台 那他就湖北省委書記 做兩個省委書記的 做湖北省 跟著去到天津省 你去到天津省 有什麼政績呢 你說不到任何一樣政績出來的 天津已經是爛透了 那些經濟、GDP所有都是 那你唯有就天天在做神 就是有什麼好做呢 那你最近又來的 那我想他長期間都要來的 因為你大哥 你不怕習近平又抓人 大哥 大家知道那些被失蹤挺厲害的 那所以又寫一篇 搞一下 那還有他很盡的 他不是只有把口 所以我又很同意 桑寶說 冰氣榜 這個柴冰氣榜 一定排第一的 蔡奇排第二的 因為蔡奇只有把口 但是他真的很盡的 當年他在湖北省委書記那時候 吃樂田奸 奸 配合上山下鄉 那些 跟著 連蘿蔔皮都吃了 不是開玩笑的 他真的吃蘿蔔皮 差樹皮還沒吃完 你有沒有看周星馳這個 唐八虎點周香 鬥窮 是不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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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鬥家裡死得人多 他就是這個 就是很準的 可以去到 那他是有行動的 不只是把口的 那你 習近平年代就是 就是 所以你說 就是哪有運行的 整個都是這樣的 屁蟲 那 這個是習近平 治下 年代的一個特色 那些垃圾來了 是啊 你天津吹去自己的 兩棟很高的大樓 有一棟 有一棟 就是周大福大樓 周大福大樓 叫什麼 樽菇棒 是不是 另外有一棟大樓 爛尾樓來的 這麽久還沒起完 就是有兩個字 八三大樓 還是什麽 你自己幫去查一下 那棟這樣的樓 你履行中治下 搞到現在 到現在都爛尾 所以整個好像 平壤北韓 我跟進一下你 不是一棟爛尾樓 是一個爛尾城 大哥 整個爛尾城 就是為了跟你吵 你們的觀眾 所以我就說 去到今時今日 測下的多的事 但是另外一方面 有很多人 就是看到中國 在各方面 聯合國繼續無權擦掌 我們知道聯合國 它就是一個什麼組織 是一個大集會的組織 我覺得從成立開始 這個組織是畸形的 什麽叫做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常任理事國 中英美蘇法 票票擁有否決權 一有蘇聯 美國在這裏 等於什麽都做不到 因為個個都有否決權 而且這個聯合國的大會 通過的所有決議 沒有約束力 接著之後 不斷在旁邊 成立一大堆的理事會 譬如在千禧年代的時候 成立了這個人權理事會 2006年 47個成員組成 亞太地區有13席 非洲13席 拉丁美洲8席 其中這個組成 注定了 整個人權理事會就臭崩崩的 因為文明 法治的重要的西方國家 簽的席位 可以說五分一都未到 好了 你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就選吧 你喜歡選就選爆它 於是在54屆常會 在這個日能下舉行 星期二、十日部分改選 因為每次改選三分一 每個任期是三年的 每年改選一次 每一次改選三分之一 中國就成功連任 第六次擔任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 得票就屈居亞太區的最後爆尾 為什麼呢 因為只有四個國家去選 中國、印尼、日本、科威特 基本上等候選舉 亞太區一定要有四席在裡面 基本上你等於你去報名 就有資格 那麼中國呢 當然得票最差啦 只是非常非常地低啦 那麼你說是這個 在現在的情況呢 四十七國、理事國改選十五席 那麼今年有十七個國家警衆 突出來的那些都是其他地區 但是亞太區的是沒有突出來的 印期就是2024年1月1日開始 為期三年的 那麼中國只有154票 排包尾的 那麼另外俄羅斯當然落選了 就是83票啦 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這些國家呢 這些國家呢 又可以當選 你會發覺到 非常荒謬的地方呢 你攬拆了所有的國家去看呢 大部分都是一些人權劣跡斑斑的國家來的 而中國可以這樣做 一來幾個原因 沒有國家去選啦 韓國又不去選 是不是? 那麼台灣現在沒有辦法 入聯合國沒有得選了 是不是? 但是韓國又不去選 那麼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中國只要選之外呢 其他的一些亞太的 拿起來真的是民主國家 有哪幾個啊 講到尾 就算越南都沒有在裡面 是不是? 越南都是民主國家啦 那麼你可以亞太地區 你用這樣的樣子來維護人權 可笑致極啦 我會覺得中國最低票都是當選 當選證明到這個聯合國 根本就是廢的組織 我經常都認為應該自由民主國家 建立一個自己的一個共同的一個組織 維護自由民主國家之間的秩序 不要侵這些專制國家玩 侵這些專制國家玩 沒錯 會可以有一些plattform去做一些事情 而那些plattform絕對不可以話事 頂多是一個管控分歧 互通信息的一種 就是和平的監督機制 但是真正做決策 維護和平又維和部隊的 絕對不可以交給聯合國 由此而中國認為聯合國應該被打散的 那你說現在的情況 在中國進入這個聯合國之後 他就有威三年了 三年之後 他是不是再擔任呢 他要休息一年 就是三年加三年 休息一年 才可以再重任三年三年的情況 這就是中國的情況 但是你說呢 就算他不在 有分別嗎 沒有分別的 一大堆的流氓國家在那裡 OK 布隆迪 科特迪亞 加納 馬拉圍 阿爾巴尼亞 還有這個 古巴 古巴 巴西人權 都不是這麼見得人 巴西也是 多米 多米 你講這些國家 問我就說 你這個臭崩崩的組織 你還去依賴他的話來講話 還有很多外門的報道 都引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什麼什麼 我看完之後 真的覺得 就是癡之以鼻 跟林鄭講 癡之以鼻 因為真的 你這個組織根本上是沒有任何公信力可言 而且你一國一票 而那些國家很多都是流氓國家 流氓分散了不同的國家之後 於是就脅迫到整個聯合國 變成一個臭崩崩的組織 我會覺得相當失望的 意思你怎麼看 怎麼看 大家看看2018年的 2018年大概五年前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譴責這個中國在西藏人權的問題上面 那麼當時2018年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有什麼國家呢 包括有澳洲 有奧地利 有比利時 有加拿大 包括丹麥 法國 德國 日本 新西蘭 瑞典 瑞士 英國 和美國 OK 五年前這個呢 就是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這個就是五年前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那和今天你剛才也提過 新的成員 47個國家 有15個新當選的 包括剛才你也提過 嚇死人 布隆迪 阿爾巴尼亞 西歐 大把舊帳 阿爾巴尼亞 都很多和人權有關的舊帳 都還沒跟你算 接著那些什麼科特迪 不用再數下去 剛才都數過 亞太區這邊四個國家 日本 中國 科威特 印尼 只有日本是見得人 大家應該都沒什麼爭拗 另外那三個都不是 都不知道是什麼人權 OK 在這47個國家裏面 究竟 就是這個 是的 就是這樣的組合 去講人權 究竟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還有什麼的公信力呢 就是我覺得的就是以後再講 再講這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就不要再講了 就是大哥 五十年代我記得國際人權公約 都有都是在聯合國草創的時候 是羅斯福的夫人 再加上國民黨 還有一個我忘記中文名字 我們中國人是有份的大哥 去創建這個國際人權公約 但是今天這個人權理事會 還講不講這些東西 我想就 如果在這樣的組合裡面去看的就是 他們可能會重新去建構一套 人權的價值觀出來 我想很顯然意見 如果你問中國什麼是人權的時候 他就會告訴你 人的生存權 人的溫飽權 這些就是人權 那你說生存 是的 那些政治犯在監獄裡坐牢 今天香港的四十七人那些 黎智英先生他們在香港坐牢 他們都有人權的 因為他們都還沒死 我們都沒有整死他 然後就十四億的人 十四億的中國人 很有人權 是不是 他們沒有饑荒 我們現在幾十年前有饑荒 我們現在都沒有了 個個都吃到胖子大隻 是不是 又有溫飽權 那這些就是人權 那聯合國其實人權理事會 有責任出來 其實應該澄清一下 界定一下 究竟在這個組織裡面 講的人權 跟我們講的普世價值的人權 言論自由 法治的保障 私有產權的保障 等等很多這些 這些事情 人的尊嚴有沒有得到尊重 那這些事情 究竟這個組織講不講 那你說清楚給大家聽 然後你就自己開會 他會和你自己玩 OK 就是這樣 那你趕就趕不走他的 其實人權組織 在這次選舉之前 已經叫大家 不要再投中國票 那像桑寶所說 那不投怎麼投啊 你等下選舉 是不是 那席位有四席 出來選的又只有四個 那怎麼辦 就是你一定自動當選的 就是問題是多票還是不多票 這樣 那他又坐進去 那所以就是 就是 整天看我們的節目 桑寶最多的勞騷了 就是說聯合國真的扔掉了 是不是 就是 那有什麼好搞的 沒有什麼好搞的 講什麼人權 以巴就是 以巴就是 以巴就是在打仗 那你在這裡講人權 什麼時候輪到你說 我是以色列 我是巴勒斯坦 我都跟你說 關你什麼事 對不對 就是 我們這些人還是繼續有飯吃 有生存權 有溫飽權 都有的 現在是戰爭 戰爭狀態 我們不講人權 都還可以 麻煩你的人權理事會 收聲 都可以 我們看到在烏克蘭的問題 在巴勒斯坦 就是不要說巴勒斯坦 以哈戰爭問題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 以哈戰爭也好 你看烏克蘭也好 你看最近亞美尼亞 和阿塞拜疆的戰爭也好 全部聯合國的 所有的失蹤 聯合國的意義在哪裡 就是去圈養一幫所謂官僚 這幫官僚是 很多國家的立場 在給他們錢去做的 而他們能夠做到的極少 我可以這麼說 時至今天 如果大家對於聯合國 還有什麼期盼的話 或者現在拜登政府 希望重整聯合國 希望這些 譬如WHO 譬如這個 這樣的人權理事會 能夠使得更符合大家的意思 我覺得已經是 已經是細緒的黃昏 這個情況 我想已經是 不可以至少當活馬醫的了 已經是沒有意義 不要再浪費時間在裡面 所以我去到 你要 Sorry 你用密 但是大家應該都要問拜登一句 你想重整這個聯合國 大家都想 但是你有沒有一個方法 告訴我們 你如何去重整這個聯合國 你現在擺明就是 一百九十幾個國家裡面 撐中國 收了中國錢去撐中國的 一定佔多數我們看到的東西 然後這個人權理事會 其實就已經是中國的牆來的了 然後你這個組合 就是很簡單 你說我們要打擊黑社會 整個理事會出來 但是裡面那些全部是和字頭 十幾K這樣 然後你就告訴我 靠這幫人去打擊黑社會 那你是不是真的拿來搞呢 所以我記得上一天特朗普就說 我不玩了 我們不如美國退場 我們自己搞 但是你回來拜登 你又沒有這樣的勇氣 那你又吃 你經常只是告訴我們 希望要怎麼改組 要改革聯合國 但是你如何做到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是呀 簡直不知所為 就是這個明白啦 怎麼跟那些黑社會合作呢 去治理某個地方那些城市 大家都知道了 這是什麼地方 所以這全部都沒有一樣的地方 所以沒有意思 而最奇怪的地方 是中國呢 不單止是恬不知此 還要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形勢下呢 繼續撿到這樣的席位去做 那中國就撿到了啦 撿到之後呢 王毅又出來了 他外交部長嘛 出席第三架的 還喜馬拉雅國際合作論壇開幕儀式 發表演講 那麼他在中國外交部的官方網站新聞裡面呢 使用漢語拼音 XIZANG XIZANG 他作為西藏的英文名字 就不是用國際通用的TIBET 那這個是北京當局近期一系列 對西藏證明的最新動作 其實不止他這樣 那樣 那微信的公眾號 那個統戰新語 大肆抄炒了的地方是10號 中國外交部官方文件 再無TIBET 那甚至不止這個 Inner Mongolia 它說內蒙古其實應該南蒙古 它說內蒙古已經不對了 那內蒙古有本特殊的護照的 應該不是特殊部 就是中國的護照 但便著名你是哪個省 Inner Mongolia 不寫 要寫成 內蒙古 NEEI 跟著MENGGU 這個已經一直在做的 我就想起有幾個地方 一個地方叫做 XIZ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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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地方 大家猜不猜到哪個呢 我猜到 不是我猜才行不行 是香港的 就是香港人 XIZANG XIZANG 你猜到 這三個地方有什麼共同點 你猜到 共同點 你先說 聽聽你講 因為這三個字是XIZ開頭的 為何要搞這樣的東西 又是呀 新疆 香港 轉為XI開頭 就是阿習 史詹片 清霸香港 新疆 西藏 多厲害 哇 真是厲害 千古一帝 忠誠不絕對 絕對不忠誠 我真是笑不出的 作為香港人 我真是笑不出 什麼時候輪到香港改名 就變成英文就叫相更 是的 真是 不知道怎樣 澳門是不是叫做 別叫麥克風 叫阿爾曼 如果你說溫哥華 要改名的了 就叫溫哥華 多倫多就叫做多倫多 因為紙貝律所謂的中國 是嗎?那杜魯多也要改名了 真的是 是的 還有加拿大開始的英文字 不要叫J.I.J.A.N.A.D. 這樣就對了 是 這樣去做嘛 現在他們全部用這個方式 來處理所有國際的事務 所以我會發覺到很癡癡的 就是你會看到 他這個這樣的操作呢 不只是這麼荒謬 而且呢 你會看到譬如說最近有一幫好像拿著永明金融嘛 他們有些NPF的人 他們在英國那裡拿NPF了 據傳 現在這個傳言也需要證實 就說他們回到香港的時候呢 被人扣進去48個小時 接著禁止半年不去出境 廉政公主在那裡鬥他 說他拿了NPF回來香港 涉嫌呢 你是不是詐騙 涉嫌是不是貪污 涉嫌是不是中飽私囊 去拿政府或者NPF的資金 就是香港已經變成了大監獄 然後呢 我覺得這個時間問題呢 就會將Hong Kong這個字呢 或者Makau這些字呢 慢慢改變 就是不是慢慢改變 可能到了某一個年份呢 大家知道是什麼人啊 我是香港人啊 香港人啊 XIANGTANG 用這個成為特區護照的名字 他不敢死啊 你不要以為啊 將來這些香港人拿一些特區護照 就會這樣改名的了 因為這個就是中國 如果繼續中國共產黨執政下去的話呢 香港窒息的時間太久的話呢 很多事情 我聽到很多的一些朋友跟我說 香港最近的情勢都很光怪陸離 就是不只是說不敢說話 那麼簡單 是說一些東西是明知道它是假的 明知道它是錯的 繼續說 而說完之後呢 沒有人去stop它 不是政府說的那麼簡單 譬如商人 你商界 學界 甚至乎你在工人的地方 大家互相說起來 沒有人去stop它 是一種很妖魔鬼怪的一種 就是這種這樣的思想是存在著的 你看一下 這個地方不是一個譯名的問題 文字會產生力量的 你不要以為說呢 你不斷說這個香港 即是香港就不會有力量的 各位 你越說得多的話呢 結果就會使得香港這種特色越來越喪失了 以前我們經常在英國時代 說廣州叫Canton的嘛 Canton 香港 Railway 現在變成光抄 大家都忘記了這些東西的 現在都忘記了 我們叫Canton的 為什麼現在到今時今日變成光抄的呢 就是大家已經不理會這個東西了 所以各位 我覺得大家不要跡非城市了 有些語言的東西 要小心點看待 比如說 現在中國經常說 巴爾衝突 它不說戰爭 巴爾衝突 你當然是知音人 真是知音人 然後很多人扭轉 就說 先是以巴戰爭 但我都不喜歡以巴戰爭的名字 為什麼呢 中國就想框定以色列是和整個阿拉伯世界鬥爭的 而這件事就不是在約旦河西岸 法塔克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鬥爭的嘛 這個是飛地 哈馬斯去作戰 這個是以哈之間的戰爭 到今天為止是以哈之間的戰爭 所以我們經常覺得 語言會產生力量 你一直講以巴 以巴 一直在講巴勒斯特 巴勒斯坦的問題 但是你看看 外媒的報導 全部是講哈馬斯的 全部是講哈馬斯的 從來不會講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戰爭 沒有這件事 但是你看看中國怎麼框這件事 完全是有一個文字的技巧 文字會產生一種不斷誤導和內化成為一種 錯誤思想的一種情況 什麼中華民族啊 這些觀念 一直以來使你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但是問題是什麼中國 你知道嗎? 當你認為 漢滿蒙輝作在中國的時候 歷史書要改寫的 中國從沒有外患的 因為那些全部是中國人來的 是不是呢? 所以這些東西 你記住清楚就是 你們自己的核心的觀念要一致而沿用 我就是講這個想法 你說漢滿蒙輝就要想起一個人 那個人 我以前和你做北京飯店說過很多 就是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 其實漢滿蒙輝藏這個講法 其實五族共和都是辛亥革命那時候的 孫中山走出來的一個概念 但是很多人忽略了 或者你讀一下孫文的論述其實就看到了 共產黨其實和孫文的概念是一脈相承的 就是什麼呢? 香港人是一定要知道的 他們其實都是打算去殖民 這些滿族蒙古回藏這些東西的 當年孫中山也是這樣說的 就是什麼? 孫中山我記得說過就是說 中國有四億人 OK? 這些這樣的藏啊 蒙輝啊 滿族這些 這些全部合起來都不夠一千萬 沒有說的 他們沒有說的 所以這是孫中山說的東西 那所以呢 如果要五族共和的意思就是要什麼? 就是以漢族為主體的 他也不避嫌是說要殖民這些這樣的小數的民族的 OK? 孫中山曾經說過就是這裡活該死的他們 譬如滿的就是親日本 蒙古就是親俄羅斯 所以西藏在當時就已經差不多是被英國吃了 所以如果我們要騎 就以漢族為主體去殖民這些這樣的地方 那而共產黨是簡直是繼承國父的為之的 到今天其實這些這樣的行為呢 話語權 然後改了名字 消滅這些西藏啊 新疆啊 今天 消滅他們的文化 然後去抹走大家的記憶 所以就要改這些名字 為什麼不用Tibet呢?我覺得最少有兩個原因 因為你在外面離散了的西藏人 每一次的遊行都是freeTibet的嘛 是不是? 那所以 所以就要改這個名字 第二個就是什麼呢? Tibet這個字 是一個以達賴喇嘛他們的大西藏為一個概念 如果你一直還說Tibet的就是 再包含今天的四川 包含今天的雲南 甘肅等等這些這樣的地方 那所以其實C-Chang 他就要把那個範圍劃細它 就是西藏自治區 那其實就是然後裡面 還有裡面我想發多一下少少露騷的就是 這十年八年因為新疆的話題太多了 在教育營等等 很多人把Focus已經放在新疆裡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的就是 幾乎每一年仍然有很多西藏人是自焚 喇嘛、自焚 沒有停過的 OK? 有很多人不見了 西藏的Noise是沒有了的 就是裡面簡直是一個煉獄來的 但是沒有人知道的 那這個地方慢慢就會 現在在做什麼? 是在做一個漢化的過程 西藏的文化大部分會快就會沒有了 OK? 那很多很多這些問題 譬如說還有八十幾歲的達賴 已經快到了那頭近了 那下一個再細靈是誰呢? 這些全部共產黨要全部拿來去搞 就是簡單說一句就是 西藏不再是西藏 只是一個殖民地 為什麼香港人要 我想說完就是 對不起莊普 我想說完就是 香港人不去讀西藏的歷史 或者新疆的歷史 你們就不會知道 香港其實都是被殖民 不要再說香港是回歸 香港將會都是跟西藏和新疆同一命運 是啊 當1997年香港的主權由英國移交給中國的時候 根本上就是一個新的殖民主 香港人根本上沒有辦法 在我們的土地上去做事 你想一想 這個是新的殖民主 我不是完全反對所有的殖民主義 因為左派很喜歡說反對殖民主義 有時候有一些高級的文明 好的法治 基本上可以帶領我們認識更多的 終極當然不應該的殖民 英國的殖民對香港是相當好的 香港人都不會覺得 英國起碼是後期的殖民 比香港人很多的新的法治自由思想的衝擊 但是你不要忘記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政權的殖民 中國的殖民於香港 基本上是一個垃圾的殖民 是低等的文明 野蠻去挑戰這個文明 這一點的情況是相當可怕 大家看到它的話語術 就是先佔領你 之後改你的名字 以前Tibet 今天晚上西藏都可以叫 現在你講Tibet 英文你講Tibet都不行 要在所有英文的文獻裡面 全部講詩詹 如果你寫一篇文章 講Tibet可能進不了中國 他覺得這件事違反中國的主旋律 而日本政綱大學的蒙古藥教授楊可英說 中國共產黨是試圖透過去民族化的話術 掩蓋它在少數民族的地方 造成嚴重鎮壓問題 剛剛傑斯講到的自焚是其中之一 環境的破壞更加厲害 很厲害 採礦破壞環境是相當厲害的 在西藏 再不要講在宗教上面的打壓 語言方面的打壓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整個西藏現在變成 很多臭泵泵 開了駕布在裡面 是拉薩 接著之後還要怎麼對付你呢 用軍管的方式 還不止西藏都有集中營的 都有在教育營的 大家不要忘記 不只是新疆有西藏都有 這個陳奕迅今天不講新疆棉 將來講西藏什麼什麼的產品的時候 其實一樣這麼邪惡的 你看一看他們所做的所有的事 都是對於這些少數民族的剝削 剝削完之後再用宣傳的手法 告訴全世界 中國共產黨西藏這個地方發達 有多少鐵路 公路 人均的GDP 生長有多少 全部都吹出來的 所以我說人呢 不要忘記 經濟不是好轉 西藏要的不是現在中共聲稱要的東西 西藏要的就是平靜 有信仰 對於達賴也好 以前的班禪 班禪已經沒有辦法了 特別是對達賴也好 對於這個佛教徒 對於這個宗教的信仰也好 他們要維持自己的一套文化與文明 而這種東西中國共產黨偏偏要打破 正如我們香港人 希望維護我們對於法治民主自由的一種向往 但是中國共產黨偏要打破 因為他知道這一種你心存 真是美的心 就是對他政權最大的威脅 到關鍵時刻就會走出來去反對他 所以他現在很害怕 就是稱呼這些軟對抗 然後逐步逐步蠶食禽吞 所以留下來在香港的人 跟我們不同 我覺得留下來的人背負的十字架更加重 我都希望大家能夠 大家能夠奮起 能夠溫存這個煽裂 現在沒有辦法革命一下 但是起碼在這個時刻 講真話行功二號年晚 溫存這個情況 起碼不作惡 這個很重要 不需要講到革命這麼嚴重 但是仍然都是我們經常提醒大家的 就是米蘭坤德拉那句 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我們拿這個話題出來講 不是說拿出來笑幾句就算數 中國將西藏Tibet的名字 改成西藏Tibet的名字 這個還沒有去到最嚴重的 最嚴重的就是稍後 整個世界就會跟著去講 法國人又講XIZANG 美國人又跟著講XIZANG 英國人又繼續講XIZANG 這個才是最嚴重的 你說會不會發生當然會 今天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西方社會 都會稱呼廣州做Kwong Chao instead of Canton 所以這個才是最嚴重的一件事 這個是一個全世界跟中國的一個鬥爭來的 不只是一個英文字這麼簡單 如果你問我 我是今天我是日本人 我是英國人、我是美國人 好啊你這樣玩 我以後就不叫你做China 我叫你做中國 OK?C-H-O-N-G K-U-O OK? 甚至日本人應該拿回當年的名字出來 GINA出來講 OK? 這樣就行不行? 那就大家鬥玩 你吵? 我又吵你 OK? 但是你這個世界就是 衰靜主義不敢去跟他玩 我就帶一條道理拿回芝拿出來 你當年的梁啟超叫自己做什麼? 芝拿少年 是不是? 你當時康有為的女兒康彤碧 去西方 他說什麼? 去西方 我是芝拿第一人 你那些人說我跟你說的 是不是? 為什麼我一定要叫你做中國 你就不是中國 OK? 我心目中的中國就不是你 共產黨治下的中國 一樣可以有論述拿出來 但是沒有人做 今天這個左膠的世界 是一個敗壞的世界 你是由得他這樣去玩 就是有沒有人敢出聲 沒有人敢出聲 只有我們兩個人在這裏出聲 有什麼用呢?就是這樣 給我建議西方國家 就不要說China 讀音錯誤 Chi就是Chi 所以讀China就對了 全世界這樣讀 台灣口音 China 不懂你讀其他字的 所以我說很多東西即非成事 今時今日 很多的人不斷在一些 無關痛恨的問題上 譬如China 或者中國的問題上 去大做文章 但是你不要忘記 你今時今日 你是不是在西藏的人身上 去做一些這樣的說法呢? 人家人之間就是淘寶 所以在台灣來說 很多支援西藏的組織 其實都說Tibet 都是中文字就是淘寶 淘寶人 新疆就說東特 東特厥斯坦 就是East Turkestan 另外不如 不要說內蒙古 說南蒙古 什麼內和外 什麼叫內 你以為周鮮池喜劇之王嗎? 由內而愛 由愛而愛 你起碼有核心 才有內和外的分別 為什麼蒙古要尊重 以北京為核心的地方 分內和外呢? 一個是南 一個是北 抹大聲看清楚事實 所以這件事 文字會產生一種魔力的 會使你紅級去到大中華的這種染缸裡面 所以台灣就是台灣 不是叫台灣地區 中華民國總統就是中華民國總統 並不是台灣地區領導人 所以這些字眼你看小就知道 跟著中國會煽動 那幫亞非拉灣垃圾國家 將所有西藏問題 就說西藏 就永遠不會說Tibet 即非城市聯合部的文件慢慢改 跟著速度到 經年累月西方國家 能夠投降 不說Kenton 說廣州 不說Tibet 說西藏 不說Tibet 說西藏 就剛剛傑斯說的這個點 所以我就說 千萬要在這個地方 心裡有個很堅實的信念 頂住一些東西 我們香港人就嘗試努力 守護著香港這個名字 看看我們可不可以堅定地 堅守著這個屬於我們自己的名稱 那這節很長 因為我又口水多了 沒錯 那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就去我們 去這個傑斯頻道 繼續我們第二節的新桑海神州 我們這次回來就講一下這個 耳蝦戰爭 我要跟回這個桑譜 我都經常講耳疤的 休息一會再講 喔